您好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邱一松 来自河北 需不需要我们先给您一张椅子 不需要 不需要 谢谢 手里一上来就拿着一块布 我看着上去有字有画是吧 对对对 这是我的一个宝贝 那个我有请雷零老师上来帮我一下 好 雷雷老师看 这是一个中国地图 它也是我们旅游的一个箭子 独腿80后低碳环保型 邪母游中国 看一看 上面盖了很多的这个章 看着上头 好多好多是大学的章 对对对 华南师范大学 对 干南大学 到现在为止 这上面的章已经有两千多个了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在大学去看大学的东西 这个还主要是跟我这次旅行的一个意义有关系 因为我主要是为了我妈妈出去这次旅游 而我妈呢 她喜欢上大学 既然她上不了大学 可以带着她去大学里边看一看 感受一下大学里边的气氛 我听说您带着妈妈去旅行 还有一些旅行当中的视频 是不是 对对对 不仅这些章还带了一份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 来 请大家看大屏幕 所以邱逸松就这样带着母亲 走过了270座城市 20多万公里路 我们羡慕她的洒脱 更敬佩她的这份孝心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邱逸松毅然决然地带着母亲 行万里路的呢 时间要到回到2017年的7月17号 那一天 刚刚大学毕业的邱逸松 遭遇了一场车祸 左腿高位截肢 而在医院期间 她最怕的事情 就是接到家里来的电话 每次电话一接通 都能听见妈妈在那边说 逸松啊 啥时候回家呀 你爸这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忙完了 赶紧回家看看吧 电话那头 逸松能够听见 爸爸断断续续的咳嗽声 这每一声 都扎在了一松的心上了 其实她何尝不想回家呢 但是自己如今这副样子 要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